我们跟港警接触的时候 我知道港警本身是 在过去英国殖民地时期 就已经建立一个 我觉得他们是一个 相当专业的一个团队 所以其实在今年8月 我甚至于在文章上面 我也提过 我认为港警在那个时候 处理这些连续几个月的 这些动乱 之所以有一点投鼠忌器 进退失去 可能他们有很多的政治考量 也蛮强大的 其实那时候会这样说 是因为当初在今年9月的时候 过境香港 发现民众甚至还有瘫痪地铁 不过现在反送中的事件 越演越烈了 他也说希望港警 能够保持行政中立的部分 而且对民众部分 也不要说有太过头 不过他被问到说 这回这个部分区名单里条 包括他甚至还有吴思怀 还有邱毅部分 疑似都有这个懒红的迹象 但是他针对这部分 他也回应说 他想知道究竟是谁 说他有懒红的情况 如果他知道是谁的话 将会提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